提起北宋灭亡的标志,大家普遍认为是靖康之变。 宋徽宗与宋金宗父子被金人掳走,随之而去的还有宗室大臣、后妃等三千多人, 被掠走宫廷仪仗、天下周府图、典籍、天文仪器、乐器以及宝物等不计其数。 然而很多人都有疑虑,当年和辽国斗得如火如荼的杨家将。 怎么等到辽国被金国取代后,为什么反而不见其宝家卫国? 其实靖康之变只能说是北宋灭亡的导火索。 北宋真正回天乏术的根本原因,出在自己的制度上。 北宋建国,自古以来,欺负皇家孤儿寡母登上皇位的大臣不少, 便是其中之一,陈桥兵变后。 赵匡印同样担心手下的武将会不会也像自己一样, 受人拥护,披上黄袍终结掉自己刚刚建立的大宋。 好在赵匡印虽是武将出身,却总归是富贵之人。 这点他与唐太宗李世民等人差不多。 自信、果敢并没有对功臣们有什么逼迫的举动。 反而通过杯酒式兵权给了大家一个好的归宿。 反观刘邦、朱元璋这些出身草根的帝王会对身边人极为忌惮。 大气确实是大气,可问题依然摆在那里,如今自己身强力壮。 万一后代出现柴家皇室那般孤儿寡母的情况, 又如何能防止武将篡位呢? 于是,中国历史上大臣职能中最大的一次反转来了众文轻武。 中华民族向来尚武,就算是儒家看似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思想核心。 本质上却同样敢骂敢打。 否则当年汉武帝罢处百家后,又怎会有魏清或驱病这种战神出现? 怎么会有陈汤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迈? 怎么会有副界子汉军将至物动动则灭国的强硬? 以及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的霸气。 当时的文武百官没有高低贵贱之分,武将东征西讨,文臣打理后勤。 大家团结一致,就拿三国时期举例,关羽拥有着荆州军事的绝对指挥权。 文官都需要辅佐关羽。 孙权败吕蒙为都督,同样在前线拥有绝对的权利。 然而到了宋朝,基于赵匡印武将的国的原因。 赵宋皇室对于武将掌权十分忌惮。 于是从政治和兵制上无限打压武将,使得武将完全被文臣碾压。 甚至连作战时的指挥权都要被文臣制约。 这么做确实有效地预防了武将造反的可能。 却也无限放大了宋军与他国交战地劣势。 本来自从北方掌控在少数民族手中后, 宋军就缺少战马培养专业的骑兵部队。 如此一来,使得有能力的将领即便能够靠着指挥勉力一战, 都要被文臣加以干涉。 我们经常说不要让不专业的人指挥专业的人, 北宋就是这个样子。 故而武将再怎么想打,再怎么有能力都无法维持住现状。 而文官不用拼命,自然想要保护自己的利益。 而保护自己利益最快的方式就是议和。 臣子天天叫嚷着要议和,皇帝哪还有心思打仗? 自然而然与文臣们沆瀣一气。 都想着通过赔款的方式天安。 当年赤壁大战前,鲁肃就曾劝说过孙权。 文臣主和,那就算曹操打过来了。 他们依旧可以当臣子,可主公还能难免称公吗? 很显然,孙权明白其中的厉害关系。 赵宋皇室却是个江湖脑袋。 历史上的杨家将。 如今很多影视文学作品都在描写杨家将的忠义爱国。 顺带连杨家女将都歌颂了一番。 然而历史上并没有如此雄壮且可歌可泣的杨家将们。 其中很多重要角色都是后人杜撰的。 杨业确实是真实存在的,杨延昭也是真实存在的。 所谓的七郎八虎并没有。 甚至杨宗宝都是杜撰出来的人物。 所谓的杨家将也确实分为三代,第一代正是杨业。 第二代是杨延昭,第三代是杨文广。 只有这祖孙三代没有其他人物的出场。 也就是说,杨家并非像汉末三国时期西梁的马家。 世代镇守边关家大业大,全家上下都是五家。 他们家没有这样的基础,那肯定影响力完全不够。 赵宋朝廷也不可能十分重视。 再加上杨业原本属于北汉阵营,北汉灭亡后才归顺赵宋。 在赵宋观念下,他终究是个武将,注定地位不高。 可就算是个武将,要是有足够的能力,也不该没有发言权。 毕竟这宋家天下就是赵氏二兄弟打下来的。 莫非是因为杨业的实际水平不高? 还真不是杨业业务水平有问题。 燕门关之战,杨业率领数千骑兵绕后偷袭。 一举击溃辽国十万大军,打得契丹人看到杨业的旗号就跑。 雍兮三年,更是立下竖城,护送三州百姓回到北宋实际控制区。 可惜每个朝代刚开始时,名将层出不穷。 要论打仗,开国皇帝赵宽印自认第二。 没人敢认第一,所以杨业的功劳看起来便没那般光彩夺目。 要是他能收复燕云十六州,定然能成为北宋的军神。 可就算是这样,还有不少人嫉妒杨业。 就连契丹人也想通过手段从内部扳倒杨业。 这种雕虫小技,汉族自打春秋战国时期就完烂了。 跟着哥哥打了一辈子仗的赵光义如何不想的? 只是他也知道文臣制约武将是开国时定下的规矩。 面对文臣的弹劾也不能多说什么。 赵光义虽不能在朝堂上公开坏了规矩, 却能搞点动作,亦有人弹劾杨业。 宋太宗就敢把弹劾的文章直接交给杨业, 表示绝对的信任。 杨业一生戎马,于陈家谷口为赵宋允申训国, 其长子杨严朗。 也就是杨严昭继续活动在抗辽第一线。 从这里就不难看出文学作品与历史史实的差距。 杨严昭根本不是杨业的第六个孩子。 反而是长子杨业也有其他孩子, 不过真正出名的。 在军事上有一定贡献的只有杨严昭。 可赵光义驾崩后, 赵光义、赵光义兄弟俩的雄心壮志就没人继承了。 后继者越来越想偏安, 正所谓冰雄雄一个。 将雄雄一窝, 皇帝不想打, 下面的人跟着也不想打。 能赔钱商量, 干嘛非得拼个你死我活不是。 只能说赵宋皇室想得太简单。 就别说封建社会冷兵器时代了, 即便到了现在。 那也是真理只存在于大炮射程之中。 没有足够的国防基础, 外交根本就是个笑话。 所以辽国反反复复, 不论怎样都能从赵宋讨到好处。 好不容易宰相扣准把宋真宗骗上了战场, 士族见到皇帝士气大振。 一扫往日颓迷, 竟将辽军击败, 但凡宋真宗有点骨气, 趁着这大好局面, 都能继续往前推进, 可人家战后第一句话, 居然是怎么还没有议和。 公元1044年, 辽宋议和成功, 此时杨家第三代杨文广也已经四十多岁。 先不论文臣都主和, 就连统领百官的宰相扣准主战, 那又怎么样呢? 前线百万军民的艰苦拼搏, 颠沛流离, 最后换来的仍旧是一份求和书。 这次义和维系了几十年, 表面上给了赵宋休养生息的机会。 实际上只要赵宋的体制没有改变, 整个制度依然是防内不防外。 于是, 等到公元1074年, 辽国撕毁协议再度挑起战事时, 宋军的战力根本没有改观。 面对几十年的和平, 本就地位不及文臣的武将们, 更加没有了发挥的空间。 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 杨文广的军事才能被宰相范仲淹欣赏, 可他只落得个给皇帝修筑城墙的工作。 已经75岁的杨文广愤闷之情, 难于言表, 身为将门之后的杨文广, 仍旧想要为大宋百姓发光发热, 只是还没等到宋仁宗的答复。 壮志难筹的老将军便宇是长辞。 杨文广去世后, 杨家再没能挂帅出征的将才。 所以, 北宋靖康之变时, 杨家早就没有了能够领军的人物。 而且就算是有依照宋徽宗、 宋亲宗的性格, 想必也不会为以重任。 其实, 辩官两宋历史, 不论是士族还是百姓, 都涌现出不少将才。 甚至还有新契级这种打起仗来不要命的文臣。 但凡赵光义之后的赵宋皇室有一点血性, 都能韬光养晦, 最后克服中原。 想当年刘邦建立大汉时, 那可是经历了百年动荡才稳固下来的江山。 内部仍有各国贵族遗老, 外部还有匈奴虎视眈眈。 甚至刘邦自己有白灯之为, 险些命丧匈奴手中。 可他的血性传了下来, 历经汉文帝, 汉景帝的忍辱负重, 隐晦韬光。 汉武帝厚姬勃发, 一举荡平匈奴势力, 彻底控制住西域。 只能说, 一方面赵宋皇室太过忽略对皇家子弟的培养, 就连后主刘善那么不争气的一个人, 都能有北帝王刘臣那般言辞激烈, 杀妻殉国的儿子。 赵宋的孩子一代不如一代, 老天爷降下一个岳飞都不能挽救赵宋的颓势。 另一方面, 赵宋的政治体制太过偏科, 天天提防武将造反, 可真到了需要御敌魏国的时候。 武将们束手束脚还要被不懂打仗的文臣指挥, 简直令人笑掉大牙。 所以整个宋朝都没有出现一个嗜好有五的皇帝, 能够延续三百余年的设计也是一段传奇。